阿苏法你知道吗,就差那么一点,你就见不到你亲爱的康德先生了,因为他在寻找你的道路上,遭到了土匪的抢劫,他亲爱的小皮卡,手机都被他们抢了,更可恶的是,他们居然撕碎了你们母女俩的照片,真的是太气愤了,康德实在太想念你了, 为了能够见到你,他不会放过任何一次希望,因为他不想再失去你们了,这天,康德接到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说在附近有看到过阿苏法的身影,他们是一对母女,身上背着个红色的帐篷,孩子也还很小,差不多刚好上幼儿园的年纪,康德一听,绝对不会错了, 因为自打他们刚认识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场景,他想都没想,就直接开车前去了,可能是康德太希望见到他们,已经好久没有看到过他们了,不知道他们现在日子过得好不好,是胖了还是瘦了, 殊不知,潜在的危险正在一步步的逼近,当时摄影师还劝阻过康德,他说,你没有看到电话里那些人说话的语气吗? 我一听就知道,他们不是什么好人,我不想你去,因为那个地方很偏僻,几乎看不到什么人类的活动,万一出了什么事情,我们连帮忙的人都找不到的。 还别说,摄影师小哥,你这时会算卦吗?居然猜得这么准,不当算命先生,真的是太可惜了。 可是,看那气头上的康德,哪里能听得进去你说的话呀? 不过话说回来,也不能全怪他,很久没有自己气的消息了,现在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也应该是值得高兴的,至于结果危险不危险,只有老天知道了。 对方还信誓详业道 我们的位置就在一处小山坡上,旁边有一些小树苗,就是你经常带阿族法去玩耍的地方。 康德听了,马上就反应过来了。 说得真有这么神气,连我经常带阿族法一起去玩耍,你们都会知道。 我一定要去看看。 由于寻奇心切 康特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 去碰碰运气吧 万一那里真的有阿祖法的消息 这个地方车子属实不好开 一步滴滴撞撞的 我们摄影师小哥的屁股都快给你震嘴了 你的陪他医药费了 如愿来到了指定地点 康特一边快速地跑着 一边大声呼喊阿祖法的名字 阿祖法呀 你到底在哪里呀 我是康特 我来找你了 你快点出来 可是始终没有等来阿祖法的回应 平日里他们有空 就经常会到这里来玩 这个地方充满了康特过往美好的回忆 曾经在这里 康特对阿祖法说过 只要他康特在 一定不会让其他人欺负你 我们会幸福地在一起 永远不会分开了 可是事与愿违 理想永远是美好的 可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 却一文不知 康特继续赶路 此刻的他思绪万千 希望马上能够找到阿祖法 可能是这个电话提供的消息不属实吧 康特大大的绕了一圈 还是没有发现阿祖法母女的踪影 难道是上当了 康特正在思考要不要回去 这时从尸堆后面冲出来两个土匪 他们头戴丝巾 手上持枪 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 康特健壮 连忙撒腿就跑 一个同伙立马开枪射击 还是保住性命要紧 康特故意举起双手 由于他们带有武器 康特也不敢轻举妄动 他们告诉康特 刚才的电话就是他们打给他的 我们已经在这里等候你多时了 为的就是能够找到你 土匪说我们不要你的人 把你身上值钱的东西给我们就行了 只要你听我们指挥 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说着还撕碎了阿祖法母女俩的照片 其他东西可以给你们 但是你们把我的照片撕碎了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 说着他们牛打在了一起 康特动作还算敏捷 很多次挣脱了他们的舒服 可是他们人多势众 康特还是没能打得过他们 再加上康特匆匆忙忙起床 连早饭都还没有吃 哪里还有力气战斗那么久 要是换做平日里的康特 你们肯定不是他的对手 没过多久 我们的康特已经处于下风了 土匪还抢了他那件新买的衣服 没看错的话 穿在土匪身上也还是挺帅的 一点没有土匪的样子了 康特多次挣扎逃脱 却一次次的被土匪给制止了 康特告诉土匪 我来这里只是想寻找我的气儿 你们抢我的钱就算了 居然还敢撕碎阿祖法罗女俩的照片 你们这是不想活了 你们这样做眼里还有没有王法了 说着又挣脱了束缚 又扭打在力气 眼看康特就要成功了 奈何康特力气不够 已经持续了这么久了 他已经精疲力尽了 康特就这样被土匪俩制服了 可是绝佳的康特始终不肯放弃 还以便大声呼喊阿祖法的名字 他真的很后悔来到这里 后悔没有听摄影师小哥的话 浪费了时间在这里 本来昨天和小哥说好的 今天他们要一起去附近的麦田里看看的 因为很多网友发信息给他说 阿祖法罗女就在附近麦田里干活 本想去碰碰运气的 可是一切都已经晚了 两名土匪用绳子紧紧地拴住了他的双手和双脚 康特瞬间动弹不得 气氛和无奈涌上了心头 那名土匪的头巾掉了 康特认出了他 这时候康特才翻人洗雾过来 他告诉摄影师小哥 刚刚那个人就是杰斯和他的同伙 他们为了阻止我寻找阿祖法 真的是够狠的 在很早以前就这么对我了 当初怪我心软 放过了他 结果还是害了自己 害了阿祖法母女 康特越想越生气 话说摄影师小哥 你咋不帮康特一把呢 以你俩的实力 对付他们真的绰绰犹豫 现在好了 车子也被抢了 以后寻找阿祖法 你俩都给我不行吧